每次都给我那个要饼干 我还专门给那个扎尼克带饼干 那个大约是扎尼克带饼干 我还不能吃 您觉得您身上的特点 什么样的是能够吸引到中国的球迷 那么很喜爱 我觉得 应该是东北话 还是东北话 应该是东北话 然后一个是 这个有点难 其实我有点把中国的朋友们 当成一个自己的好朋友的感觉吧 就是不管是球迷们 还有选手们 还有包括我的 就是中国的选手对手 教练们 大家都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吧 还有记者们也是 就是正常聊天 然后就是还给我分的 吃东西给我吃啊 还有就是那个扎尼克他们也是 就是有一次比赛 他就找我 他饿了 然后他说 他要饼干 然后我刚好 我的那个 我后背包多是一对吃的嘛 然后我就给他吃 然后他吃完之后就赢了 那个马上下场球 比赛前 就每次都给我那个要饼干 我还专门给那个扎尼克带饼的 那个大约是扎尼克的饼啊 我还不能吃 自己带了还不能吃 就有点像 大家都是朋友吧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 能够让大家得到 得到您的 对 距离就拉近了 是吧 对 这还抱了不少花絮 对 刘主席啊 红岛啊 大家都是 没事就在卫星上聊天 对 跟文啊 对 现在你们还在组联系是吧 还有互动啊 对 我那天 就是真的是前两天 前面一个那个微博吧 我发微博 然后那个 下边那个球迷 给我留言 对 然后刚好头像是 那个刘诗文 然后我看到那个头像 我就想文了 然后我就马上留言 我看到你头像 我就想文 然后马上很多 那个刘诗文的粉丝 球迷就给我留言 然后我想说 这个那个文 不会看那个 我的留言吧 他不可能看啊 然后我就马上 跟他们说 我说好 我马上给你 给你们拍完之后 给文发过去 然后我就发给文 我说那个你的粉丝 想你了啊 哈哈哈哈 你的 就是刘诗文的粉丝 要通过您 谍图 发给他 然后说他想 哎呀 您这个桥梁作用 发挥的可是 我给你 问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